一本书可以折叠 让一部波澜壮阔的故事存于方寸之间 一把伞可以折叠 给我们更多的出行可能 对于可折叠的东西 我们习以为常 那如果手机的屏幕可以折叠 它又能帮我们干些什么呢 小米MIX Fold3 折叠手机的第三代 新药金 16加512GB 售价9999元 颜色是淡淡的金色 一股成熟内敛的气质 美的手机千篇一律 丑得大相径庭 这摄像头让我 Fold3摄像头这一块元素多 却显累赘 就好比我做数学试卷 明明不知道怎么做 却写满了错误的公式 老师批卷子的时候告诉我 你费劲写 我还费劲看 你不如直接写个简 我还给你一分 Mix Fold2为了薄 去掉了无线充电 Fold3在保持鲜薄的机身同时 加入了无线充电 然而当我第一次伸手去拿的时候 这种感觉就是我用了一个很大的力气 去提一个轻物 简而言之 奇猛的呀 手机的重量虽然比我想象中的轻 但当我缓过神来 并拿了一会儿之后 后劲可猛啊 Fold3的重量有266.7g 加上一个手机壳就接近300g了 比起纸板手机 大约相当于每天多拿俩鸡蛋呢 多出来的俩鸡蛋 长时间拿在手里坠手 放在裤兜 坠机 乌言惠语 我就是说它虽然薄 但是重 薄重之间就很容易给人新的假象 300g的重量 也不是不忍忍 并且它能大涨宏图 展开屏幕 手机秒变平板 你管这玩意儿也叫平板 那你问问老酷 他家小弟算不算平板 啊 8.03英寸是展开后的大小 比iPad mini小这么一点 所以拥有一个Fold 就是把手机和平板 折叠进了我的日常需要当中 折叠手机用来看视频 是我的第一需求 对于一个经常深夜看球 但不想起床的人来说 屏幕能大一点就大一点 在不开电视的情况下 手机就是关球阻力军 不是说屏幕大就激情吗 电视不看就算了 平板也不用 它叫Air 但它Air吗 一场比赛两个小时 举不动啊 而且平板 如果侧躺着看 屏幕太大 看右上角的比分和时间 眼睛还得这样 那Mix Fold 3你就能拿了 还真能拿 虽然重 相比平板 还要试青春喝了很多啊 关键是这个屏幕 侧躺着看 比例也是刚刚好 一个眼睛都能看完 这不就是说 这屏幕跟普通手机 也没啥区别 Board 3内屏接近一个正方形 所以它非常适合看一些4比3画幅的番剧 不过看主流16比9的视频 比例不太合适 你大概得到的是这样的大小 上下铺满大黑边 画面只比纸板手机大了这么多 而且展开以后 为了防止误触 要把屏幕锁定之后才能单手握持 因此除非我已经在用内屏了 否则我在看视频的时候 一般不会刻意的去打开它 除开看视频 更大的屏幕 能同时展示更多的APP 首先说明 我的工作不需要两面三手 我用到过的就是一个写稿软件 一个浏览器 你写啥文学作品呀 不能用电脑 非得用手机呀 出差啊嘛 出差用 这不是应用场景嘛 应用应用是吧 你出差还带个键盘 这键盘都比手机大了 带它干啥呀 我还可以抢门票啊 我一边开的计时器 一边在抢购页面 可以吧 有啥用啊 还不是抢不够黄牛 跟你说的好语道语啊 一天当中我有四个小时 在用手机娱乐 这四个小时中 我真正把它打开用的时间 可能就半个小时 中午吃饭的时候看下饭视频 晚上吃饭的时候看下饭视频 哦还有视频软件的广告时间 可以同时看看别的软件 这四个安卓手机都可以吧 这屏幕大大嘛 在用Ford3的时候 我会突然想到 哦我这不是折叠屏吗 这这不打开看看 打开以后又会觉得 哎呀我打开了能干嘛呀 好像也做不了什么 应用窗口多开 对于只需要处理单一内容的我来说 完全没有必要 展开最多的用途就是看看视频 看看画面稍微大一点的视频 所以久而久之 我打开内屏的时间变得越来越短 而且在我这样为数不多的使用情况下 Ford3内屏幕沟壑是明显的越来越严重了 有点岁月催人老 不可抗力的意思 有点沟壑怎么了 以貌取机是不对的 机器行不行 还得要看内在 那让我看看你这机器的内在 MIUI 保收不保收 作为一直持有小米10手机的人 我对Ford3的MIUI最大的感受就是 混乱残缺差劲 看视频的时候 如果你的视频软件调成了平行窗口 点一下全屏观看 哎 它和直屏手机一样给你来个旋转 这呀是想让你把支架打开 放桌面上用 但是音量键和开关键怎么跑到下面去了 谈个音量或者按个开关 我怎么办 扣红啊 所以这一段操作下来 是一下都没让我熟心呢 这样混乱的逻辑 导致了我经常弄混手机脚链的方向 想合上手机的时候 就会有意外发生 残缺的细节还有很多 软件内外屏不适配 导致展开和关上都让我重启应用 平行窗口只能左边点了之后 右边联动不能分开控制 分屏的窗口比例强行1比1 一个窗口大一点 一个窗口小一点都不行 清理队长都没你公平 自由角度悬停的时候 打开拍照 画面预览在上半部分 我个人觉得 不如直接把预览画面 放到下面那一层 类似于腰屏取景 这样在低角度拍摄的时候 就不用公腰和歪头了呀 哎呀 人家呀 是想你边拍摄边预览 这指甲杆大的画面 能看清个啥 我想点开看一下拍的如何 它直接勾全屏了 我又得要把屏幕给展开 你就不能直接在下半边 直接全屏嘛 唉 你不能总拿着放大镜 可以拍一个手机的缺点吗 说起放大镜啊 我就想起了显微镜 说起显微镜 我就想起了不得不说的微距 小米MIX Fold3 作为旗舰手机 微距拍摄都没有 小米Fold3缺失了微距镜头 我觉得有点可惜 当作实用工具 可以拍一些字比较小的信息 当作创作工具 可以更好地发现细节之美 然而Fold拿去拍微距 就只能得到这样模糊的画面 不过莱卡的成像颜色还是一如既往的淘袭 比较追求高对比低饱和 是比较高级的出篇样式 四颗摄像头虽然丑是丑了点 但是胶段覆盖全面 我觉得Fold3的拍摄水平 和自家旗舰13Ultra的差别不大 是比较高级的出品 和自家旅行 折叠屏能不能给我的生活带来一些改变 Fode 3 屏幕大小的转换 手感 重量 系统都有不同的改变 但改变不阻碍我想回到过去 重新握起直板手机 我的第一感觉是 哇 是舒服的 是轻松的 一只手能掌握的感觉 这一切都是那么的恰到好处 有这种感受是因为我觉得 折叠屏在重量无法控制的情况下 应该把现有手机变得更小 使其方便携带 而不是变得更大去挤占平板这个品类的空间 我这种陷入为主的主观情绪 让我觉得Fode 3这类折叠屏不是很实用 但如果你依然对折叠屏感兴趣 那小米MIX Fold 3又薄又重的奇怪体验 会让你感觉有些矛盾 想象一下 你拿了一片纸 但它有300g的重量 而MIUI对折叠屏的适配 让Fode 3不禁反退 各种bug的屏屏出现 这就是MIUI 内屏除了更大 没有特别的体验 如何发挥和利用Fode 3 这块能变大的屏幕 是MIUI需要去发掘和思考之后 提供给用户的 折叠屏的手机盒 手机膜 相应 都会更贵一些 加上Fode 3 9999元的价格 不知道你是否能接受 而且它被摔一次 拼的就是人品 要是伤到屏幕维修的价格 可以直接再买一台 红米旗舰 K60 Pro至尊版 这些隐性成本 不得不考虑 因此 折叠屏 小米MIX Fold 3 TESTV给出 主观综合评分5分 嗯 舒坦 好 节目看完了 那你觉得这个手机能够得几分呢 请在下方的视频简介中 寻找链接 给它打个分吧 那么本期啪啪 啪的就是这个 小米MIX Fold 3 这部手机了 折叠屏咯 有需要的朋友们 可以淘宝搜索店铺 TESTV值不值得买 23块3起啪 哇 非常的划算咯 现在已经开始了 那既然已经进入店铺了 不光去看看 琳琅嘛 或者一些周边商品 比如说魏一现在在搞活动啊 直降60元 另外还可以得到 比如泡泡骚 或者是笔 或者是徽章 这样三选一的赠品 另外呢 就是我们现在呢 和伟兰床店呢 再联合推出一个商品 就是你在店铺下单任意的商品呢 加7元钱 可以得一个爱心生存盲盒 这个盲盒呢 是由那些生产床垫的原料啊 就多余的原料啊 把它丢弃很可惜 所以呢 他们拿来把它做成了像有 杯垫 隔热手套 笔记本包 真皮的呦 都是真皮的 乳胶的啊这些 他们呢就希望一个是环保 另外一个是改善工人的一些收入啊 所以叫爱心生存 7元钱我们随机的发送这个盲盒 我觉得呢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详细的情况呢 大家不妨去店铺里面看一看 如果你觉得我们节目还不错的话呢 超级感谢点一下 也可以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 支持我们创作更多的优质内容 你不能总拿这个放大镜 看别 哈哈哈哈 什么语调啊 你不能总拿这个 啊